雪地狂奔是为了抓紧救援时间 铁皮屋顶严重凹陷 民灾倒成废墟 好不容易把受困的孩子救出来送上车 监视器镜头剧烈摇晃 还能听到瓶瓶罐罐的碰撞声 还有影像录道吊灯摔到地上的瞬间 中国新疆阿克苏地区乌石县 23号凌晨2点09分发生规模7点1抢震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 深度只有22公里属于浅层定震 回顾地震当下 雨缸中的水剧烈晃动 连鱼都差点掉出来 火车站大厅所有人匆匆往外跑 一群男子熬夜笔桌球 达到一半仓皇逃难 雨震不断好几场规模达到四或五 民众家中浴室墙上瓷砖 醉成好几块 公共空间白墙也掉得满地都是 现在是凌晨 二手末的 吓死了 2024年首颇海流笼罩中国 23号刚好是最冷的一天 半夜当地气温只有零下22度 很多灾民捂着逃跑 忘了保暖 有人直接光着脚 有人衣服都没穿 只裹着被子 救难人员陆续停进灾区 在距离镇央105公里的路段 发现多块巨石崩塌 此次地震的震中位于乌石县 亚曼苏克尔克兹族乡境内 属于高山区域 人口稀少 农历年前中国不平静 22号云南省交通市 才经历严重山崩 如今新疆又发生强症 在超强寒流威胁下 两地救援难度都相对提高 下地新闻 刘绝宇报导